今天再来讲座呢 是我们的Lisa同学 她是一个临时系转专业 然后拿到了数据科学家的一个offer 首先我们想Lisa同学你在线上吗 如果在线的话麻烦你开麦 说一下话好吧 Hello大家好 我是Lisa Lisa你好 然后呢 我们的讲座提问方式呢 就是同学如果有任何问题 扫描我们周三老师的二维码 然后我就是周三老师 今天就由我主持 然后呢很开心 我们团队给我配了个小助手 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呢 都可以添加我的二维码 然后提问 然后我们最后会在讲座结束之后 给大家一部分时间 去解答大家的这个疑问 然后我们 Lisa同学开始了 首先你能简短的介绍一下 你自己的一个背景吗 OK好 首先很荣幸很开心 能跟大家在这里分享我找工作的经历 然后希望最后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本身是天文学专业出身 然后从本科到美国读PhD 都是天文学专业的 然后毕业之后呢 就也没有做什么实习 就直接现在做Data Scientist的工作 好的 那等于就是中间也没有想过 说在一直持续说做你这个 天文学这个领域吗 对 对我是到 其实是到最后 PhD之后一年的时候 才下定决心说 要转行 不继续做科研的 好的 行 那我们下一页 其实刚才我们问到 就是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就是让你想从天文转到Data领域 因为这其实是两个 其实相同的一个学科 其实原因我觉得也都 可能大家很常听到 就是 就PhD读着读着 感觉对科研没有那么强的兴趣了 然后像我这个专业转行的话 其实可以选的工作也不是很多 所以当时也没怎么纠结 就决定说要去转到Data这个领域 了解 那你就是 从你 开始说选择我们来的课程上课 到拿到offer 这一个时间是怎么样的 大概有多长的时间 你就付出了一个准备 OK 这个我的时间线比较长 是因为我上了offer 可能是2017年年底 然后当时我的毕业还没有毕业 还有一年 所以当时就是 就是随便上了上 也没有真的去找工作 然后我是2018年PhD毕业 然后是2018年年底 然后第二次上来offer的课 然后同时 去年年底开始才找工作的 嗯 然后是今年 二月份拿到的offer 那等于时间线 大概是 算比较长一些 大概有准备了两年的时间 对吧 因为我了解到就是天文学 因为你是学的天文物理嘛 其实跟统计 或者跟data领域 有相似性 但很大一部分 比如说统计的知识体系啊 等等这些model模型 你都没有学过 所以你是因为这个原因 报名来offer课程呢 还是说有自己一个 比较 比较 感受费的想法呢 嗯 其实当时报来offer的课是 当时有一点点想要 呃 转到data scientist 但是上了一些网课之后 就看了一些网课 觉得 感觉覆盖的内容太多 有一点不知道要 从哪里开始准备 嗯 然后再加上 我当时就是有朋友 跟我介绍这个课程 就当时是 呃 决定上的来offer 就是 倒不是觉得自己哪方面 就是 就是 哪里比较欠缺 而是觉得 不知道哪里欠缺 对 对对对 没有一个方向 不知道就是想做data scientist 但是不知道从哪方面入手 对吧 对对 好 那我们下一个 先了解一下你更多 就是因为 嗯 你做data scientist 这个岗位 其实你需要很多的技能 像我们前提说过统计 然后你的这个 algorithm 然后你的computational 然后你的coding能力 所以你作为一个转专业的同学 你对于DSG的求职的时候 你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前期的 一个技能准备呢 嗯 就是 呃 其实主要是针对就是DS的一些面试吧 他会问些什么 然后来做准备的 像比如说 基本的coding 然后machine learning的基础知识 还有seql 概率统计 嗯 还有一些business sense 呃 还有ab testing 就就这些吧 就每一个都要准备一下 但是其实准备还挺多的 嗯 对 然后 我认为就是 因为 因为 我知道很多 这个 学天文 天文物理的同学 就天体物理同学 他们的其实 数学方向 然后说 或者说他们algorithm都很强 所以在你准备的过程中 你认为自己哪方面的技能 是比较前缺的呢 是coding的能力呢 还是说比较就是偏business sense 或者ab testing这一块 嗯 我觉得我的话 可能就像 我觉得我的统计这方面 可能还可以 然后 呃 可能coding也还可以 但是其他方面的话 其实都是没有接触过的 而且后期我也觉得 我的coding 其实他跟他真正面试的时候 那种coding 其实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像你说他可能会考一些算法 但是我在自己做科研的时候 我是不用考虑算法这些的 也不用考虑时间空间 复杂度这些 对 所以跟自己其实 本身的学科 还是有挺大的一个差距的 对吧 嗯 是 我觉得是有一些差距的 嗯 那因为你 你也说到 你是等于是快毕业的时候 你才参加我们课程 所以你那会儿 肯定要准备自己的这个论文 然后可能自己 当然是这一块 然后又要图讲 又要学习 又要复习 就是时间这一块 你是怎么搭配的呢 嗯 就是我第一次上课的时候 其实当时就只是上课了 并没有申请工作 因为当时 嗯 没有完全下定决心 一定要转行 嗯 然后当时上完课之后 也就是 就继续准备我的PhD毕业了 是去年年底重新上课的时候 呃 才涉及到 就又要上课 要复习 然后又要投简历 这样 嗯 但当时我已经毕业了 所以其实时间稍微多了一点 嗯 对 那你基本上是上课的时间比 跟就是你课下复习 是大概是几比几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分配呢 嗯 应该就是上课听 看老师讲了哪些 然后下课之后 可能针对自己 呃 不太熟悉的那些 可能会再着重看一下 对 嗯 大概一比一的时间吧 这样 嗯 好的 那就是因为 我们都知道 就是data岗位 其实 比较偏说 需要一个coding能力很强的人 所以就是 对于你这一块 你认为什么样的一个coding能力 才能配得上 这个data岗位的一个需求呢 是 就是跟CIS 相似呢 还是说比CIS的Lio 稍微低一点呢 嗯 我觉得in general 肯定比那些 呃 software engineer的 要求要低一点吧 但是我觉得现在 data scientist的这个title 其实 每个公司定义都不一样 所以其实难度 呃 变化也挺大的 但是你就 基本的我觉得是要有的 但是有多难的话 可能就要看你具体的工作职位了 像一些比如说 嗯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的话 其实他对coding的要求 也很高 对 谢谢 其实我们知道的很多 data scientist 它比较分一个 就是做research 还有一个做简单的一个 就是比较偏 是learning algorithm啊 等等模型的这样的一个分析 其实coding能力 呃 两方面都是需要的 但是可能分配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 coding能力的一个提升 对吧 是的 是的 没错 嗯 然后 就是因为你是一个零经验的一个求职者 因为一直在学习嘛 然后一直在做你的academic research 所以呃 是如何去提高你的一个面试机率呢 因为很多同学如果说没有呃 实习经历 然后没有什么项目的话 其实面试官都很难过的 对 嗯 对于我来说的话 嗯 确实就是因为我本身就是 嗯 最后一年才开始想了找转行的 所以其实也之前没有找过什么实习 所以如果大家能找到实习的话 这个是帮助最大的 但如果像我这种就是最后 也没什么机会找实习的话 我觉得就是好好改自己的 一个是简历 再一个我觉得linked非常重要 呃 我觉得虽然我也有请我的朋友内推 但是我觉得我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 简历或者是面试机会 都是在linked上我自己找的 嗯 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内推的一个 对对对 那你认为就是你自己找的同时 你把简历focus在哪几个方向上 就是说你做了很多的不同的project呢 还是说你的project里面的一些技术上的东西 或者说你提升了自己的一个 就是因为你是phd嘛 然后哪方面你觉得会是你的一个比较优势呢 对 呃 因为我觉得像简历的话一般就就只有一页嘛 所以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地儿 像我就是嗯 其实我觉得phd对找data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所以我有总结一下我的科研的一些经验 然后经历 但是写的时候会写法会更偏data一些 我会着重强调我处理了多大的数据 我的一些方法和一些统计的东西 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就是呃 自己的一些做的一些跟machine learning相关的project 因为我没有实习经验 所以就全靠那些side project 然后嗯 就一个你要做那些project 然后最好是把那些做好的code放在github上 再一个就是在总结的时候一般都是 每一个project大概是两到三个bully points 然后那个那部分我有花心思就是呃 好好的总结 对嗯 那你能够就是跟我们同学举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 就是因为你是编续专业的 然后其实跟在stata function这个岗位里面 可能是有相关性 比如像我们很多同学他是学统计的 然后他可能是统计理论 然后所以就是你能给他们一些比较detail的这个taste 然后展示说你是如何把你的专业跟这个什么learning 或者各种project联合在一起的吗 嗯 像我是做天文 呃就是我的天文其实是比较偏数据分析那方面 嗯 所以其实我在总结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嗯 其实就是说自己那些 就是去掉那些跟天文有关的描述 只留下比较技术的方面 嗯 我写了什么样的pipeline做了哪些analysis 然后数据我处理的数据大小有多少 然后啊我不用了哪些算法 嗯 然后嗯我最后的publication结果有放在那里 嗯差不多就是这样 对我觉得我的科研可能好像比较容易跟data联系来 但是我没有用到moshin learning 就我的科研是没有moshin learning的 对 了解 等于就是还是把因为你要想投data scientist这个岗位 所以还是把data这个给强化了 然后弱化了自己本身的背景观念 但是我们背景本身的背景观念跟data这一块也是有相关性的 就是主要还是强调这一块了对吧 对 然后呃像刚才你说的你的这个很多的简历 简历上基本上说体现了你的这个项目经历 然后你的publication 那你这样的一个分配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们有了很多这个同学就是把自己学校里面做过的所有project都放到简历里面 那你这个你会推荐吗 嗯 就这样不太好 因为其实你简历其实就是一般我之前听过就是说大概看一个简历时间大概只有30到40秒的时间 所以其实放太多内容的话呃就是就被HR直接略过的概率更高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要短小精悍 然后呃注意放一些关键词不是越多越好这样 嗯 就是一个简历也是一个你的人物的策写通过简历我们如何短时间能 让HR也好或者说HRM也好更好的去take你的这个advantage是什么 然后你的比较优势是什么 然后能发出大家的这个眼球对吧 对对对 那我们下一页 这一我们就会讲到更多的是你找Data Funding这个岗位的面试的一些流程是怎么样的 因为每一个公司对于Data Funding这个岗位考察内容也不一样 然后方式也不一样 所以你能大提说一下你去面试了几家公司 然后面试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吗 嗯 我面试的呃 有Cobet的公司大概有20家吧 嗯还是很多的 嗯我申请的更多 然后 嗯 嗯 经历过的就是最漫长的面试 然后第二轮呢 他就会一般情况给你发一个online的一个coding的link 嗯 一般是hackrack 所以你就去那边 一般是现实 嗯 嗯 嗯 有的时候 嗯 嗯 就是你的核心技术能力 像刚才你说的 这个考察呢 嗯 这个我只做了一家公司 我感觉其实就是 嗯 嗯 就是他们没有时间看你的Data Challenge的话 他们就希望能够你快速的总结一下你的Data Challenge 或者做了什么 在你的那个PPT里面 所以我觉得做这个的话就是嗯 不要太technical 然后要有一些business sense 然后就好像你真的在面对客户在讲一个project一样 嗯 然后如果他们具体问你一些技术问题的话 然后你再给他们讲这样 嗯 就是根据每家面试公司不一样 他们需要你表现出什么样的一个能力 然后我们自己自己只能说尽可能的表现出一个最好的自己 对吧 然后把我们所有能做好东西先去准备好 不管说是coding技巧这一块 还是business science 还是说我们对于统计嘛 是learning deep learning所有的这个知识点 basic的知识点的一个应用能力 就是全方位的一个准备 嗯 那你面试过程中 像你刚说你面试了20多家对吧 那就是面试官会问到很多相关于 就是对于你项目上的问题吗 就是或者说他们是如何去问到的呢 会 每一个都有问到 嗯 甚至有的时候HR也会问到 嗯 可能因为我没有实习经验吧 所以他们也觉得没有别的可以问的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 我感觉就是一定要非常熟悉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这些project 虽然是我们自己做的 但可能时间久了之后 可能一些比较detail的问题可能就就忘了 但是就是每一轮面试前你都要自己再重问一下 嗯 因为我记得 嗯 我之前有个面试他就是问我 问我 好像是top five的最重要的feature 但我当时那project就做了一段时间可能只想起来三四个 我自己是觉得有点不太好 嗯 所以我觉得就project一定就是做都做完了 一定要很熟悉 然后面试官问你任何问题的话 你都要能答上来 再一个就是嗯 有的时候他们可能只是想简单的听一下 所以你我之前是有写下来 就是大概几十秒的时间总结了下我的这个project 几些重点的地方 嗯 就是让面试官知道 嗯 我这块之前我们也采访过很多同学 他们就是说对于项目这一块呢 就是分为一个三分钟的一个小分散推审 五分钟了十分钟的 就是三分钟可能就是大体的给你的这个hair manager 也好去介绍我这项目相关去是做什么的 然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技术 然后如果他哎感觉还有兴趣 那我就往五分钟了再继续说 说更多的细节部分 然后十分钟那我们就来聊 再聊一些比较technical的具体的一个实现 或者说未来的一个展望 那这一块呢我也是希望分享给同学 然后如果你在面试过程中 你在面试官问到你很多相关于这个你自己项目的问题 一定要首先自己准备好 然后把每个这个technical的部分 自己要非常好了解 然后自己也提前准备一个三分钟五分钟 十分钟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介绍 这样的话你会在面试过程中 比较能应对自如 对吧 嗯 嗯 然后我们下一个就说就是面试中就是除了会问你一些比较 hard skill 来说他还会问你其他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吗 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一个注意的方式 就是可能有的人会问很多behavior question 然后看看你有没有一个产品size等等这些 对没错 像你说的就首先就behavior问题一定要好好准备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 再一个就是沟通能力吧 就是 嗯 不管是店面的时候还是onside的时候 就是要 嗯 就不要只顾着自己答 然后要 嗯 随时接收面试官给你的那些信号 因为他会 就是你答的再好 如果不是他想要的也没有用 嗯 再一个就是心态上吧 嗯 因为我觉得可能在面试的时候就是 嗯 就是 就是我尽量会当提醒我自己就是 嗯 一个是他们在面试我 再一个也是我在看 嗯 这家公司是不是适合我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么想的话 可能表现的时候会稍微淡定一点 然后 嗯 这样的氛围也会更好一点 尤其在onside的时候 嗯 那你在每次面试之前你会不会去先搜索一些资料 查查这些公司 他们 嗯 然后他们公司大体背景情况这些呢 哦 会的 如果这个一般是在onside的时候 或者是很重要的公司的话 我会 就是 deep dive 这个这家公司 然后 嗯 就是 最简单的就是你可以google一下这家公司 看他们最近的project是什么 看他们产品是什么 然后再一个就linkin上 很多公司都会在linkin上放一些blog 甚至公司本身就有他自己的blog 然后这些的话 尤其是onside的先我都一定会读的 嗯 然后 自己提起一些比较有用的信息 然后 然后也是在面试部分中抛出一些问题 能跟面试 面试官有一个很好的沟通 然后让他感觉出 哎 确实是 这位面试者是非常了解我们公司产品的 也是对我们公司有一种 呃 就是感兴趣 然后想持续发展 在公司这个岗位持续发展 对吧 对 因为这样的话 一个是聊天的 就onside聊天的时候就可以 聊一下啊 你们最近公司有哪些新的产品 这样感觉就是 嗯 拉近一点距离 再一个是 一般面试之后 面试官都会问你说你对我们有什么问题吗 那这个时候如果问一些这种跟他们平时工作相关的 他们也会觉得很开心 然后再一个就像你说的就是一般面试的问题 其实都是他们 有一些都是他们工作上的问题 所以如果提前看一下他们blog的话 其实你相当于能够提前准备一下 他们有可能会问你的问题 嗯 其实我们一定也都说找工作的过程 其实就跟长大女朋友 老公老婆是很相似的 都是要彼此看对眼 所以你不一定 你不仅说你要有一个很好的专业知识 你的这个工作能力 还有就是你跟人家communication这一块 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有一个相互的一个互动 这样的话 你在面试会感觉很尴尬 然后其次人也 就是面试者也会对你觉得 嗯 这个人是非常符合我们这个team的 然后符合我们公司的一个这个 这个culture background 那这样的话 你才能获得更多的一个机会 嗯 是的 然后我们下一页 对 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最近刚拿到这个Wayfair 的这个offer 所以你也工作一段时间 你可不可以 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你的这个daily work是什么样的 有什么样的工作内容 好吧 嗯 其实每天工作的话 这个 嗯 嗯 不一定要看这个最近在干什么 所以一般大概一半的时间是 呃 coding啊 做我自己的那些analysis 另外一半的时间呢 就是开会 然后 呃 做开会的准备 写各种总结 或者是做各种presentation 嗯 对 嗯 那你现在是 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组里呢 就是 你们组全部都是data scientist 组吗 还是说比较有偏向性 是在marketing sales 或者operation 这种不同的部门 嗯 我们组都是data scientist 是专门的一个data scientist 的组 呃 只是大家的workstream不一样 哦 了解 那你等于每天就是开会的内容是占 跟这个自己工作是一半 一半一半呢 还是说就是像我们之前做过一个调查 就是很多data scientist的岗位就是呃 呃 开会占大部分 然后自己的这个就是daily work 很是一个很小的一部分 嗯 我现在可能只占一半一小半的时间吧 但是我看我们组一些比较senior的人的话 确实开会的时间会更多 嗯 所以就communication这一块也是相当重要的 对 没错 嗯 那你在工作的过程中使用了一个 就是什么样的技术站 因为我们知道很大一部分data scientist 在使用的是python 然后c这块也使用了比较多 包括可能有的工作岗位需要去做不同的project的时候 像recommendation system这种 用spark啊 用tensorflow这一块也很多 所以你在工作的过程中使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技术站呢 嗯 我现在最最常用的就是python和sql 然后接下来马上要开始用spark 用spark ok 那sql这一块 嗯 因为我们知道sql其实是一个比较常用的一个database系统 然后很多同学也其实很好去使用它 但是就是你能跟我们讲一下它的一个重要性吗 因为很多公司就是可能刚开始面试的时候考察 就先考察你sql的一个使用能力 嗯 很重要 我第一周的工作全都是sql 因为我自己在phd的时候是没有用过sql的 嗯 然后在面试的时候呢 也总有一种偏见觉得sql很好准备 嗯 对 然后可能内心也觉得sql没那么重要 但其实真的工作之后发现sql非常重要 因为呃公司的data都是非常多的 然后如果你sql能力不行的话 你连data都抓不到 根本就没有办法就见model那些 对 嗯所以就是也是提醒我们同学sql使用这一块 但这样我们说到sql 但你之前是如何去练习sql 你是在这种我们来扣系统里面的 还是说就是有外部的这种做题的呢 嗯 可能我在那个wilford系统里面也练过 然后也稍微刷过一些题 然后 但我面试过程中遇到sql题 就是说实话都没有那么难 对 所以导致我觉得sql好像比较简单 对 到工作过程中发现 没有遇到特别难的sql的题 对 嗯嗯 在一起到工作过程中又发现sql这一块应用 或者应用 还是相当相激了 很大一部分的工作比例 对吧 嗯 那 arrival 那你现在作为一个data scientist 你也需要跟很多部门的同事去开会 那你们是如何进行这种Team合作的呢 嗯 一个我们开会 一个一般是我们组内的会 就跟其他data science 开会 那个时候会比较technical 会聊一些具体的技术问题 但是更多的会呢 是要跟公司其他部门的人 business那边的人 跟他们开会 一般情况下都是 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他们在想 你们能不能帮我们解决 所以开会的时候 第一步就是先跟他们聊 弄明白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然后再看 然后再看怎么样 reframe成一个 可以用model解决的问题 然后我们做完model之后呢 再把结果给他们 讲给他们 然后让他们相信我们的结果 然后再跟他们聊 怎么样去test这个结果之类的 所以全程其实都要跟 公司其他部门的人meeting 就是我们很大一部分 也是听取公司其他 不同部门的一个需求 然后根据他的需求 然后我们再去做 我们DIS相应的一个数据分析 然后再去提供给他们 然后我们再去检验这个数据 是否是真实可笑的 对吧 对 至少我的工作是这样 那你这个工作 你有没有会偏一些research的部分 就是因为我们这有很多 就是Data Studies 这个稿位可能会 有一些新的model模型的建立 那这个时候 我不知道你的工作里面 有没有包含这一部分呢 我目前还没有说 就是比较偏research的这种 但是 就是我看到组内其他的人 有这种project 因为这种就是 因为我们一般的这个cycle 这个project大概周期只有 三六个月这样 所以可能我现在project 还用不到比较research的这种 那你就是跟组与组之间沟通的时候 有没有受过什么样的一个阻碍呢 你说我跟就是 我们组内的其他Data Scientist 沟通的时候 对 跟组内的也好 或者说跟其他不同部门也好 就是沟通上 有没有就是遇到过什么样的问题 就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个feature的选择 或者说对于同一个project 有一个不同的这个idea 这个跟组内的人聊的时候 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大家就是 就平时meeting就会聊说 就都会聊同时的project 但是我觉得问题是 有的时候我会 就跟business那边meeting的时候 我会觉得有一点挑战一开始 因为他们肯定很大约会 所以部分是没有你们有这么technical的技术含量 然后他们可能有时候听不懂你们说的一些terminology 对吧 所以是你们需要用很 就是简短或者说很白的一些语言 去给他们解释 这一块算是一个挑战对吗 对 就是把我们的工作讲给他们 让他们听明白 而且认可我们的工作 再一个其实我觉得 他们的一些terminology 有的时候我也听不太懂 就是他们business那边有他们的一些 要考量的metric 然后可能你这个model表现的再好 如果对公司不能赚钱的话 可能在他们看来也没有什么用 所以其实就是 尽量就是我们就 所以要经常meeting 然后沟通 然后了解他们在想什么 然后大家基本都是在一个sim page上 然后一起去讨论 然后你也需要学习他们的一些的这个专业术语 然后他们也要理解你在讲一些什么东西 对吧 对对 那好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 作为一个data scientist 那你的工作中除了具备一些太空的部分的话 那你应该还具备什么样的一个技术能力呢 就是我觉得一些 就是基本的一些 就是技术的话是一定要有的 然后在那个基础上的话 我觉得一个是沟通能力吧 再一个就是要安排自己的时间 然后因为就是每天的事情很多 就是要自己决定哪个是最重要的 一定要完成的 哪个meeting是要好好准备的 这样我觉得 一个data line 然后看你的这个 对 是什么 然后一步一步我们去规定自己一个时间线 对吧 对而且因为就是project不能 无限制model不能无限的训练下去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要快速的出一些结果 所以要保证自己就是永远能 尽快的给对方结果 那你在工作中你有没有觉得到 就是说我现在虽然有这份工作 但是我还是要不断的去学习一些新的内容 去不断的up自己的一个knowledge 有每天因为 我们有 因为我们组的话就是每个人做的project都不太一样 所以有的时候看就是在 就看别人用到一些技术 一些比较新的技术或者工具的时候 就会想说自己也要 有时间的时候学起来 因为可能自己将来下一个project可能就会用到 对 所以我们还是一定要保持自己一个最新的一个技术水平 然后遇到新的问题我们就一定要抱着一个学习态度 赶快去学习 不可能 找到工作了 我们就停止了我们一切的学习的能力就在这位置上就死死了做死了 那肯定是不好的 对吧 那因为你这个求职的非常成功 然后你觉得有哪些因素是帮助你求职成功了呢 运气比较好 肯定还是有实力 我觉得就是 哪些因素 其实我觉得就是坚持 因为就是找工作的话 其实我也找了几个月啊 然后就中间也有觉得就是 尤其去年年底的时候 其实没有什么面试 所以当时就是没有面试就自己继续看书啊 或者是coding啊这些 然后就是没有面试的时候就好好多学习 充实自己 然后有面试的时候就是这样才能尽快的 才能好好的发挥 然后抓住面试机会 再一个可能就是 嗯 对 我觉得可能 最常一个就是你的一个准备时间 虽然你刚开始不知道你就是 就是要不要选择这个岗位 但是你是提前报名我们的课程 然后也是通过课程吧 也算给自己找到了一个方向对吧 然后我们通过一段时间学习或者了解之后才能更明确自己想往哪方向去走 然后再跟着自己的一个时间线一步一步的去去到成功这样的一个路程 对 嗯 那求助过程中就是因为呃 像刚刚你说的就是你是在linked上找到很多 然后内推的不算很多 所以就是你是如何去选取这样的一个岗位 因为data finance有很多这个公司都在开就有这种open position 但是有一部分呢就是可能偏这个data analyst这一块有的可能又偏的太technical 所以你是如何去选择的呢 就是我在投工作的时候就首先我就是有delocation的要求 再一个呢我会看他每个工作我都会看他的工作描述 呃 看他是否就是比如说要求很多工作经验 就是我自己觉得肯定不满足的 呃 然后再一个就像你说的有一些比较偏呃感觉就比较偏数据分析 就是感觉不是很适合的那种的话可能我就不会投 嗯 其实我看着差不多的我好像都申请了 嗯 嗯 对 就是 但你就是投简历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个困难吗 就觉得因为像我们很多同学如果说没有实习经历或者没有什么项目经历的话 其实他的简历很大一部分都是被呃 默据了 嗯 然后是如何一直保持这种很有记忆的这个心态 其实因为我听你问你投了应该很多 所以你是怎么样去安排你自己一个投简历的一个时间的呢 这个这个linked上就是有一个就是有好像是叫easy apply吧 就基本上一键申请工作 对 对 但是就是呃有一些我比较就那些就是无聊的时候随便就是点一点 但有一些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工作的话 我会根据他的描述的内容来修改一下我的简历 嗯 比如说他工作就是而且也会根据他的要求来修改我简历上skills的部分 如果他说他需要哪些呃 spark或者是哪些东西的话 我会把那些专门在我的简历上highlight的出来 嗯 嗯 对 嗯这也是给我们很多同学提了一个行为就是你一定要对于自己很心仪的岗位 一定要好好去看他的这个JD是什么 对吧 他需要有哪些技术站的要求 对于哪些这个比如项目上也好 或能力这一块它肯定会部分也好 那你就要及时去修改你的简历 那项目上这一块也是你可以项目其实你可以很多遍 你可以在项目上签加一些这个这个JD上的一些内容 然后放到你的项目里 然后你自己但是你要提前想想好我要如何去描述如何去说 这样的话也是给自己在简历上增加更多的比较优势 嗯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也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学员嘛 所以你给学弟学妹有什么样的一个求知建议呢 建议的话我觉得linked很重要 嗯 一定要把自己linked打理好 就是linked就是你的门面 就是人家不认识你 所以完全通过linked来了解你这个人 再一个就是还要linked上申请工作 然后就请别人refer的话都非常有用 嗯 还有就是 没有面试的时候的话就是要 就是我就是就说起来很简单 但是没有面试的时候也就是就是好好准备 这样有面试的时候才能抓住面试的机会 嗯 再一个就是面试的时候要好好的跟面试官沟通 就是不是你一个人的showcase 而是两个人就是一起要完成一个project 解决一个问题的内容感觉 我感觉是最后效果是最好的 嗯 嗯 那像这个linked这一块呢 你是比较建议大家就是把自己的一个比较优势都突出上面去 然后把项目都添加到去上门上去吗 还是说就是简单的写下自己的基础信息就好了呢 我linked 我个人的话我linked上的信息是我最全的信息 我所有的东西都在linked上 但是呢你也要讲究 我觉得也要讲究一个排版 因为linked上它比如说你的名字 底下你可以写几个词 然后你的linked的你相片附近也有一两句话你可以总结的 然后再往下呢是可能你的一些教育经历和你的一些其他的经历 然后最底下可能我会放我所有的project 然后所有的github链接那样 就是说你放的东西要多 但是也不能让人家觉得就是没有重点 还是要把最重要的东西放在最上面 就不用往下一直滑才能看到你的重点的那种 那通过这个linked你找一个recruiter多吗 主要是我找他们当时 那你就是通过这个linked上 比如说对一个吸引的公司感兴趣 你会先联系他们的这个recruiter 然后简短的介绍一下自己 然后把自己发给他们吗 我就是一般申请 我一般的情况下是 如果我对一个公司很感兴趣的话 我会先看他现在的哪些人在这个公司工作 然后找一些跟自己有相似性的人 然后跟他们聊两句 然后问他们一些建议 请他们帮忙内推 然后如果可以内推那是最好的 如果不可以呢 那就自己申请他们的工作 然后申请工作之后呢 一般很少有一两个星期会回复的 在那个时候呢 我就会联系这个公司的recruiter 跟他说我申请了这个工作 然后如果我觉得我很适合这个职位 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聊一下 一般是这样 对 那所以基本上大家也会给给予你的一些帮助 对吧 不会说就是发给我 我不管你我不理你 其实我发现就是recruiter离的比较 离我的比较少 但是我找公司现在的职员 然后内推的话 我觉得内容其实成功率还是相对高的 再一个是recruiter的话 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回复我 但是我会看到他们就是有 看我link in的页面 所以我会觉得 起码能有他们有注意到吧 所以也许他们会回到他们系统里 把我的简历筛出来 所以这也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建议 就是可能如果recruiter不联系你的话 那就看看公司相应 跟你背景比较matched的一些工作人员 跟他们有一个沟通 这样的话 不管说能不能拿到offer 起码你也对公司有一个前期的了解 然后也知道工作内容是什么 对吧 对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应该是到了我们的这个提问环节了 然后如果有同学 对于我们这个课程也好 或者对于Lisa的这个求职经验也好 还有提问的话呢 可以扫描二维码 然后添加我们周三为好友 然后提问 然后我们 马上就会给大家去整理一下 我们的问题 然后给大家解答 然后呢 我们的右方呢 是我们的一个 讲座反馈的调查问卷 然后同学扫描二维码签写之后呢 会获得我们往期的这个讲座视频 然后大家赶快去扫描一下吧 然后我们下一 我们的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的这个强化课程 也是我们Lisa同学上的这门课程呢 马上就要开课了 6月5号呢 第一节课免费试听 然后我们也是不断的在update我们的这个课程 然后添加新的项目 所以我们这一期呢 也添加了一个新的这个课程项目 到我们的这个program里面 然后如果大家想参加试听课的话 就可以扫描Rosen的二维码 就下方二维码 然后我们就会在6月5号的时候 发送这个试听课链接给大家 然后是同样的 我们是6月5号周三晚上 7点到9点开班哦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问题准备好没有 像第一个问题是 什么样的product面试官会感兴趣呢 肯定首先最感兴趣的 肯定是你的一些 在一些真正的公司实习过的那种 真的投入到有business相关的那些project 面试官更感兴趣 然后第二位的呢 就是说如果没有那种经历的话 就是你可能只是做一个开构project 但是你不能就是说 这只是一个开构project 见谅在描述的时候 让人家觉得你不只做了一个EDA 然后你这个project是可以scale up 然后是可以用到他们的business上的 就是要跟business连起来 第三个呢就是要放数字 在描述这个project的时候 可以是你这个model的精确度是多少 可以是你这个数据量有多大 最好的当然就是你的这个model 可以带来多大的revenue 类似这种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做project的时候 如何发挥自己最大一个作用 或者体现一个自己的最大比较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知道 我们的project是teamwork 那你如何去跟面试官去介绍这个项目呢 这个我没有teamproject 都是自己的就进行的 对对对 这个可能更多的是那种工作中或者实习中 因为我就自己在那默默的做project 好像就是我自己的 所以这个 怎么知道都是自己的东西 所以我怎么说都可以 对对这一点我可能 好像没有什么可以讲的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呢 就是data岗位需要对面试公司 所指的行业有更多了解吗 这种背景是在面试中重要吗 其实这个我们之前也有过一个解答 那好麻烦你再重新说一下好吧 重要很重要 就是对我刚才忘了讲了 就是说你一方面是对这个公司的了解 另一方面就是对这个公司所属的这个industry的了解 如果你能就是聊两句 就是特别general的跟面试官聊两句的话 会有很好的印象 然后这种背景其实在面试中就很重要 尤其在onsite的时候 那就拉近了两者之间的一个距离 对没错 那我们第四个问题是你如何培养自己的一个business science 这一块呢 是你过课程呢 还是说看就看过很多business model的书啊 或者这个公司的这个产品介绍啊 这个首先就是我的肯定就是 首先就是上课的时候的那些project 然后老师会跟business联起来 到时候就是那是我第一次就接触到business sense这种 之后呢我也会看一些公司的一些比较好的公司的blog 比如说我看过的就是像stitchfix还有stackart 就这种新型的科技公司 他们的blog反而就比较真的写得非常好 然后我觉得我们公司的blog写得也很好 然后再一个的话可能就是看一些 其实看别人的看面经吧 看别人的面就是说有面试题是什么 然后他们在问的时候是怎么样问你的这个business 跟business联起来的 然后你可能我就会私下想一下 如果是我自己接到这个问题的话 我会怎么回答 好那我们有一个延伸问题就是像一些business case 你是如何准备的呢 你是会提前去也是看面经去了解一下吗 其实我后来觉得business case 其实真的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是因为首先就是当然要看面经 如果没有面经的话 就是说如果你对这个公司很了解 对他这个产业很了解的话 其实你大概能知道他会问哪些问题的 我还没有遇到过尤其onside的时候 问一些很偏的问题 那如果你了解他的这些背景知识之后 其实你就很容易能把他问你的那些 很虚幻的问题转化成machine learning的问题 一旦转化成machine learning的问题 其实那些的回答就很套路了 就用什么model怎么去做validation 那些就比较好回答了 就是换汤不换汤 我们先了解大体的背景吧 对 那第五问题是如果面试上 面试的时候没有答上面试官的问题 那现场再容忍不住 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 非常就是很真实的一个问题 因为很多同学们的时候突然下卡壳了 就不知道要怎么办就会很紧张 这个要看你没有回答上来的是什么样的问题 如果是非常 如果不是很基础的问题的话 或者是那种比如说是case上的问题的话 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回答上来或者不上来的问题 你可以问面试官 就是如果你没有明白他在问什么 你可以问他让他再解释一下 或者说你说 你把你的理解告诉面试官 然后如果你的理解错了 他会指证你 或者说 你就说一下自己 如果你就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 你就随便说一点 就是跟他相关的问题 然后面试官 然后看面试官的反应 然后如果你答的非常偏 他就只一 他会指证你的 他不会看着你错下去了 好的了解 那比如我们第六个问题是 就是你在接到onsight的面试之后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来准备呢 然后重点是 你自己会复习哪些方向 这个onsight 大概需要 这个要看看公司吧 然后而且有的时候 onsight的时间可能 也是由公司那边决定的 决定的 然后重点的话 如果因为如果在onsight的话 其实就是证明你的技术上 其实问题已经不大了 所以我的话 我会重点了解这个公司的一些 就是这个背景 还有就behavior的问题 还有就是 要看他onsight的要问什么 如果onsight的会 考你白板写coding的话 那我肯定会 把coding再好好练一遍 对了解 那我们第七个问题是 在这个 这个beta面试过程中 这个behavioral question的 比重有多大 就这个是很多公司 它最开中的 特别是Amazon这种公司 它会问你很多很多 behavioral question 它的一个behavioral question 一个问题的一个list 那过程中 你认为你面试这几家 它的behavioral question 这个比重大吗 很大 我觉得这个有多大 可能要看公司 但是每一家公司都会问 就是最夸张 就可能就是 比如说像Amazon 它会就是 专门有一轮问你 它的那个12条 我觉得别 这个一定要准备 这个绝对不能 我一开始就是现场 就是真的去跟人家聊天 问答这个behavioral 就很吃亏 一定要私下 就是有一些常见的问题 要写好script 然后就绝对不能现场 去跟面试官聊 嗯 好 那我们第八个问题 就是你作为 Data Scientist 你现在的工作内容 压力大吗 然后life balance 是怎么样的 因为有的公司里面 Data Scientist 需要加班 然后每天的project 要会很多 所以你现在的一个工作压力 或者工作环境 是怎么样的 啊 我觉得没有什么 我觉得就是刚好吧 我觉得我的工作就是 就平时很忙 但是一般过了工作时间的话 不会太想工作的事情 我觉得work life balance 还挺好的 嗯 嗯 就是让自己适当的去工作 适当的去平衡 自己的生活 这样 要不然的话 对 也没有很大的motivation 去做各种数据工作了 因为数据工作 也是非常累体力的 对 而且我看我们同事的话 他们也都是 就工作的时候 工作不工作的时候 也找不到人的那种 所以就是 我觉得 好像这个科技公司 都挺注重work life balance的 嗯 就是工作的时候 就是工作 我下班之后 我竟是我自己的一个生活 对吧 对 嗯 那好 那我们第九个问题是 因为你上过我们的课程 所以在 就是来的 就是我们的课程里面 你做了几个项目呢 然后 你的项目 就你的简历里上 有没有添加过 我们的项目呢 嗯 嗯 来Data项目 我现在 我知道现在项目 可能比较多了 但我当时的话 我的项目 我是都做了的 嗯 然后 简历上是怎样写的 嗯 就 就当作一 就是 嗯 怎么讲 就直接写 就是这个project是怎么 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是怎么 用了哪些model 然后我的结果是怎么样 有多好 然后 其实 我觉得不用担心 类似项目的这种问题 因为 怎么说呢 就是 在面试官看来 就是你所有的这些 呃 非实习这种项目 其实都是类似的 关键是看你 怎么描述 然后 关键 而且他也会问你问题 所以只要是你自己做的 都不会有问题 嗯 嗯 那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同学在提问 就是说 在准备一次面试的时候 有的时候因为原因的 就时间的原因 可能并不能把所有的知识点都复习一遍 所以 你要去准备一个面试呢 你的侧重点会是什么样的 嗯 我觉得 嗯 永远都不会有时间把所有的知识点都覆盖过来的 包括 呃 整个找工作的过程 我觉得 比如说我 我的话的话是 我自己的话是 basic 就基本的一定不能出差错 嗯 然后最基本的coding 一定要会 但是我不会因为一家公司 就是特别的去提高我的coding的能力 或者说去专门刷 呃 刷利口上难度比较高的那种题 我是不会这样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那样其实效果不是很好 就是你总是会有问题答不出来的 但是你肯定也有一些自己的长处 所以在面试的时候只要能把你的长处表现出来就可以 然后但是在basic 基本的问题上不出错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至于其他一些问题 如果你答不上来的话 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嗯 我觉得你这会说特别好 就是没有必要说准备的非常全面 因为你永远都准备不全面 你也不要人家会实现问你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能说的就是把自己能做好的问题 能答好的问题 有一些很high technical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没有收集到 但我之后工作了 我肯定我会去弥补这一块的一个内容 或者说一个技术 就是把现在自己能做的最好 先准备了 对吧 嗯 是的 好 那我们今天讲座也就快到时间了 然后非常感谢你今天来参加我们讲座 然后跟我们同学带来了那么多有用的信息 包括你的工作上 然后你的这个准备上面试等等 然后如果同学还有任何问题呢 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 然后请教我们过问老师微信 进行课程咨询也好 对于丽莎同学这边还有什么问题也好 我们也可以帮着你再去咨询一下他 嗯 好 那我们今天讲座差不多就结束了 好 谢谢大家 然后谢谢丽莎同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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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